大家好,我是陈志凯,现任了为难佛教会副总务,同时也是为难佛教会青年团的顾问 那么今天拍摄影片的目的呢,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为难佛教会青年团接下来的进展 在MCO的阶段,我们有讨论了这段时间我们为难佛教会青年团可以做些什么 由于MCO,所以让我们原定在3月所要举办的挑战营被迫需要展员直到我们的另行通知 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时段来提升我们为难佛教会青年团的佛法 我们和法警察院配合了每个周末都上一堂的佛学课程 那么在大家上完课程过后呢,我们会安排大家做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之后,我们会再安排他们准备自己的讲稿 那么这些讲稿的内容呢,是让他们讲一些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什么,领悟到的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大家所领悟到的观点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决定让大家来讨论,交换一下不同的观点 那么准备稿之后呢,我们要让大家拍摄影片,上传至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这些影片呢,主要是分享我们课程上学习到的知识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,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我们青年团在课程上学习到的些什么 我们相信透过以上的步骤,可以让我们的青年团间接做复习 让他们对课程上的内容印象更深刻 在几个星期前呢,我们Mainan4Joy青年团的团长 亲身体验了短期出家 那么短期出家的天数为10天 所以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将会是由我们Mainan4Joy青年团团长来分享 他在这短期出家10天里面所体验到的一些感想 最后呢,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们多多的肯定与支持 大家的肯定是给予我们全境的动力 同时,我们也会制作出更好的影片,让大家来观看 那么最后,希望大家帮忙按赞订阅与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,我们Mainan4Joy青年团 谢谢大家